为台湾设计展宣传 经济部工业局主任命书陈佩丽 平东县长潘蒙安 今天共同以拼图 呈现台湾设计展 以文化路径串联五大展区 宣告超级南设计超市 10月5日将正式启动 台湾设计展在平东 今年展览主题 超级南 超级南方非常台湾 主展区在平东市台唐 泄民公园指江场 今年抢先曝光 最吸睛的莫过于策展人朱志康 将台湾人熟悉的超级市场 搬到展场 设计环绕主展区的 超级假期手推车装置艺术 就像游乐场里的云霄飞车 带来欢乐 让展区摇身一变成为热情的 超级南设计超市 重点是想要把它变得快乐 像来超级市场买东西 然后快乐地到屏东的这种意向 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装置艺术 盘蒙安表示 台湾设计展是全台最大规模的 年度设计盛会 今年平东县以特色产业 文化观光 社会福利 三大议题为核心 透过设计元素融入 展现文创软实力 打造超级平东品牌 这个对我们而言 是一个超级困难的挑战 另外我们也把 在一些这个元素的突破 也去做了相关的一个超级的挑战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超级南 构成三大要素 因为我们也把场区分开 而且把整个场域扩大 而且好几个场域 那这个都是超级困难 那这个也会超级挑战 所以一定要大家来见证一下 超级南的台湾设计展 主展区内有五大主题展览 屏东西主题 透过六种屏东冠军农产 让设计与地方产业重新串联 屏东能呈现屏东人的运动能量 以及MIT优质运动产品 及创意生活业者商品 屏东制从通路的角度 对应屏东知名物产 让民众透过参观与活动体验 一同探索观光工厂 屏东夜主题展览区 将屏东各特色景点转换成故事 让人重新打开地屏东的想象 平安村则从社会设计角度 实现安居大社区全人照顾 在地安老 展区中还有一家设计卖店 好评未来市 串联台湾由南至北的文创品牌 展现台湾转实力 台湾设计展在屏东 是 屏东新闻张如云 杨振义采访报道 valeur毱了